來看張宵鳳隊員打火救後以外 還要來親立社區進行風災選擇 張法官宵鳳教宵鳳小隊長就很厲害 說利用時間 那一系列的風災風災選擇鴨皮 變局作用運氣和配合 都不會適合專業的公司 根本就是讓蕭鳳擔任五個檔案 張法官宵鳳教最近這兩年 常常用鴨皮來選團風災風災的關聯 不過這些很專業的鴨皮 所以不是專業的鴨皮製作公司來製作的 全部都是蕭鳳小隊長利用勤務意外的時間來完成 困難就是說我們一邊拍攝一邊還有勤務上面要運作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我們譬如說空拍機的拍攝 你還有一個限制晚上夜間是不能飛的 那還有在拍攝的時候我們沒有違規 譬如說交通上面的拍攝會不會影響到民眾 還有民眾願不願意被我們採訪 這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都要去克服 老少隊長說 因為自己對立項和剪接很有現場 雖然要犧牲到自己的效果時間 但是看到鴨皮的聲音和最民眾的歡迎 所有的辛苦都有價值 我覺得其實在做影片就是說 民眾現在其實就是因為 他不會想要就是看所謂的文字的內容 然後他會藉由所謂的電子媒體去看 那去看的話他才更快得到一些資訊 那其實他就是一個方便性 所以民眾也可以更快知道 那他一個影片的普及率是最快的 而且效果是最高的 小鳳局基礎 鳳會鳳在選團必須要沉在人心 過去英國的 那才是大海埔的浩克優惡 用鴨皮的浩克比較好 而且自己人來協力加 比較會藏在那裡的精髓 大眾新聞中向中華 蔡宏波登